大家好,这里是宝马街频道 因为疫情影响,普达亚学校也停课了好几次 从新闻里,我们会听到基础教育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的分别安排 那么,普达亚这里是怎么区分小学、初中和高中呢? 其实跟中国差不多 普达亚教育分为学前教育,也就是幼儿园 一般是三岁到六岁之间 普语称之为BRE-SKLAR 接着就是第一阶段教育 也就是小学,普语称之为PRE-SKLAR 指的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 第二阶段教育也还算是小学 普语称之为Secondo SKLAR 指的是五年级和六年级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我们可以理解为六年级的小学 第三阶段教育,普语称之为PRE-SKLAR 指的是七年级到九年级 可以理解为初中 初一,初二,初三,这样子 那么接下去读就是高中部分了 叫Insimum Secundario 中等教育 指的是从十年级到十二年级 也就是高一,高二,高三,这样理解 高三读完了呢,也是要参加高考的 不过普达亚市学分制 大学录取是看高中三年综合成绩学分来录取 总学分二十分 其中报考医学 这里要求的学分是比较高的 往往要十七分以上 大学这一阶段就是高等教育 叫Insimum Secundario 除了以上提到的普通高中和大学 普代亚也有学习专业工作技术的中专和大专工选择就读 本期只是带大家了解一下简单的划分 关于普代亚教育 我们以后再专门做几期视频分享 尽情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